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应该持续放量 就是达到万一级别之后 是不是也应该维持在万一级别 才能有效的突破上方 才能意味着这个位置资金是认可这个性价比的 这两天的缩量该怎么解释 其实我们要知道从2923点以来 市场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当然这个量呢 我认为我们具体一会重点讲 我们先看一下它怎么涨起来的 然后我们再想它怎么缩量 咱们仔细看一下 从这个2923点这一天 其实属于什么比较平静 在整体的尾盘的时候 形成一个迅速的下跌 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 好了在这个10月24号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整体市场其实连续形成一个上涨 那么虽然说在这一天 有一定的一个假阴线 但是连续上涨了5个交易日了 对吧 5个交易日其实都是什么 多数个股以反弹为主 基本上来讲的话 超过3800加个股是上涨的 那么是不是稳步的量能的提升 这是其一 前二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今天其实略有放量 今天略有放量的话 其实还是属于什么 多数个股是以反弹为主 自己听一下很重要 好 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 那么缩量在哪天 咱们看一下 也就是在周三的时候 这天急剧形成缩量 对不对 因为周一的时候上万亿 周二的时候是9000多亿 周三的时候形成一个高开低走 你要知道这个高开低走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是由于贵州茅台对吗 这一支个股由于涨价20%所带来的什么 只有酿酒板块放量走出一个高开低走 很多人都认为说酿酒板块 尤其贵州茅台直接来一个涨停板开盘 开盘之后跌 是不是整体形成顶部 但是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 这两天 尤其是今天它的表现是什么 贵州茅台 今天有没有放大量 其实也没有 也就是其实在周三的时候 往往资金都集中在什么 这些就像刚才宋老师讲的 顺周期也好 酿酒板块也好 在这个位置形成什么 一个比较主要的什么资金的一个聚合度 好了 昨天为什么形成一个缩量 我们也要知道 昨天的缩量 我个人认为是属于什么呢 是属于资金的方向不明 因为昨天其实是在于什么 海外市场都是普涨的格局 而且在昨天我们也看到相应的 也公布了一些 比如说数据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消息方面 比如事件性的 那么就不能够形成一个放量大涨 而我们在昨天 其实给大家解读的是什么 昨天的高开冲高之后的弱势震荡格局 其实是待于什么 是待于这些权重压着盘 好了 我们看一下从这一天 也就是我们看到从10月24号 到今天一共9个交易日 一定要仔细听一下 真正形成缩量 其实也就是两天的时间 自己听一下 也就两天 对不对啊 因为在周二的时候是多少亿 9000多亿 周一的时候是1万多亿 好了 难道就两天的缩量 那么就带来的是什么 整个市场上不去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 没有形成缩量 但是另外一点 我们反映出的是什么 也就是每个交易日 它的重心是上移的 顶部在上移 而且是什么 底部也在上移啊 对不对啊 这就说明什么整体市场现在在一个磨这个跳空缺口的位置 我们之前也在强调能量永远循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运行 缩量不跌 反而在这个位置横着多数个股率以反弹为主 好了 那么要消化这个平台区域 它必须在什么 放大量 也就是什么 现在这个时候 没有到放大量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听一下 一 这个位置 上方就 这个跳空缺口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块 已经是基本该消化就消化了 也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筹码是在什么 3057点 好了 要消化它的话 必须要放量 那么放量需要的是什么 一致性预期看好 为什么这两天没有放量第二月也是在于什么 就是没有赚钱效应 就大家整体的预期没有形成一致 而且有权重形成一个压盘 所以说呢 没有形成放量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 那么我做一个简单总结 从2923点的第二个交易日 10月24号 开始到今天9个交易日啊 多数个股 也就是这9天里面 仅仅有两天是缩量的 这是7172 仅仅有两天是多数个股下跌的 剩下的7个交易日 基本上都是超过3800家个股是上涨的 这是事实 多数个股以反弹为主 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 中正一千 国正一千 要知道目前的资金已经进去了 尤其我们之前也强调过 周一的量就放大量是在于什么 一定是在于咱们所说的国家队也好 社保资金也好 或者说是这些产业资本也好 公务也好 这些资金进去了 不可能周一的放量 是我们散户参与进去的 我们散户往往是什么时候会参与到放量的阶段 我告诉大家 一定要知道 是在突破一个关键点 比如说在这一天 我们看到 就是为什么这一天放量了 这是在2885点 这时候我们看到 接近于3000点的时候 这一天放量 形成一个冲高回落 往往是一个追稿 一定要知道 散户往往是后知后觉 他不是先知先觉 说现在很多人还在讲 说陈打脸 什么承证券还得跌 我还是那句话 跌 我现在坚定看着 跌不怕 打脸不怕 我打脸是咱们所说的 咱们把咱们头头上打醒 对吧 现在都已经很明确 官方都告诉你了 是警惕看空者 做空者 唱空者 掏空者 那你就看空吧 对吧 所谓的还认为还会下跌的 就是踏空者 咱们把咱们的咱们的咱们